铁织木偶作为一门古老的中国民间艺术,随华人移民在马来西亚冰城生根,曾是当地文化的亮点。 如今,随着时代变迁,它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面临传承危机。 然而,仍有一群传承者坚持不懈,守护这份珍贵的艺术,让它在现代社会中继续传承与延续。 它是源自于中国的皮影戏,中国的皮影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皮影戏来到潮州,潮州人他不会听吗? 因为皮影戏是源自于他们河南那边慢慢这样随着中原,他们的移民移到潮州之后,他们也是唱他们自己的语言,然后潮州人也是会看, 只是说就是没有自己的一种语言的一个一个艺术的形式,这样他们就结合他们当地的手工艺,木雕啊,纸杂啊,潮秀啊,把它变化从皮影2D变成3D的贴纸木,所以也随着需求,他们就慢慢的去把它改成唱潮州话。 我爸爸那边是不见人了的,我们为什么会从事这个关于潮州戏曲这个艺术之路呢,要从我的外征主妇那边讲起咯,他们是从中国带着西班老赛永峰呢,过番下南洋来到新加坡咯,然后他的太太呢,就过了几年之后呢,才带着他的女儿,杨清英,来到新加坡找他们,就跟他们会合这样咯。 所以当时候他们就是从事潮剧的,因为从事这个行业的人都是一辈子都是在剧团的,所以我妈妈从小也是有这个熏陶啦,虽然他没有跟着他的妈妈在西班,因为以前的人做西很辛苦嘛,所以他们大长辈类都不会让孩子,想要让孩子从事这个行业,所以我妈妈就没有跟着妈妈做潮剧哦,但是转折,12岁的时候他就经过朋友的介绍,去 这个老龙秀村这边当学徒 当了学徒之后,师父已经年老了嘛,他的孩子又没有继承 所以我妈妈就跟他买下这个老龙秀村这个剧团 但是因为他买下之后,他觉得他不要用他老师的这个剧团的名字 他把它改成金玉楼村 金玉楼村的年代呢,就跟他的丈夫,就跟他的四个孩子一起创业 一起打拼,创造的这个金玉楼村潮州铁丝木屋剧团 然后至于中间的时候,是因为我 2008年的时候,我转出去演潮剧 我演潮剧之后,我就办了一个潮剧团,叫做金玉楼村潮剧团 金玉楼村潮剧团 金玉楼村潮剧团四年之后就封箱 封箱之后,用了一年就筹备做了潮艺馆 要去传承这个我们民间的这个潮剧的艺术 或者是铁丝木屋的艺术也好 如果我们一直用去神庙做仇神戏的方式 我们是很局限的,因为去看戏的人就是神庙的人 或者是街区的人 我们要怎样让这个东西传播的更大 所以就有了做潮艺馆的这个念头 因为觉得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地方是可以好像传承中心这样 可以让人家来这个地方 来学习,来了解,来认识 因为你在西班你是很少可以去后台的嘛 你就是去后台 那些艺术家他们,那些艺人他们也不会跟你讲解说 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 所以我们就有了一个艺术馆,有了这些张案 考艺馆十多节快乐 我做了,有一个爸爸嘛 他爸爸就没有学习,是我的学习嘛 那我怕,生我怕了,我做到生了 少少去台湾的,他们都会学习 他们其实没人家的,他们都会学习 那我们的家族,做这些家的 那是我的妈妈来的事 我和妈妈穿活了,我戏帮忙的 我和妈妈一起做大戏,做到生了 我也是这样哦 我在大三角,我不要去 我说我要生了 我的老板说,你要去啦,没有戏做了 不要紧,你要生了,我在你去生,静静罢了 那那个喝瘦,喝好了,冻起痛了 我说我不能了,我要生了 他才会去大三角生 我觉得影响我最多的地方,是我妈妈 你会从她的身上去看到,她的为人处事 她的工作态度 虽然在他们那一年代的人,他们不会说 这个东西是一个艺术 他们只是把它当成是一个工作,一个职业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们在做每一件事的坚持 很值得我们去学习 这个我觉得也是现在的人很缺少 一定要支持我妈妈,对不对 其实以前这个艺术形式是很多人看的 但是那个年代的时候,阶级观念比较强 所以他们会觉得这个表演的这个形式是很低级的 他们比较看低从事这个戏曲工作的人 但是他们会欣赏 到后来慢慢时代往前推的时候 现在的人不会欣赏 但是他们会比较怀着一个 艺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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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迹古迹古迹的东西来去看我们 当你去看那个变化的时候 我们也要想一下说 这些民间的艺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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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人圈里面的一种人文的文化来的 因为传统是没法复制的 所以好像我的弟弟他是比较偏向于保护传统的 然后我就是比较负责创新的 因为你只是顾着创新 你没有传统支持也是不行的 因为创新你也是有一个底的 小时候就那时候 我帮妈妈是跟着哭做大戏 然后我们就跟在阿妈身边咯 跟在树身边咯 一直一直跟他们到树去客戏 从小就在西班长大 我小时候我的妈妈就带我去乡下的 那种戏团你看 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我很有趣 很喜欢 然后刚好我妈妈在脸书上 看到了这个点子 然后就听了 吴老师的你们唱起来很厉害 于是我和姐姐就挂平了 可能每一次的时候 我们学心的戏 我们都会安排在布亚角色 因为有时候可能里面 他唱的那种心酸 我没有经历过 所以我不懂 他到底是这样唱的 所以我做不到 所以我就只能去模仿你这样 我就觉得有时候很有趣 你好像 代替了那个里面的人物 去经历他的人生这样子 我这十年来做了大大小小的活动 我的家人 他们都是在幕后伴奏 但是我觉得他们必须要赞助 给他们一个舞台 让人家看到他 今年我做了三件事 一件就是我有妈妈做这个艺术专场 第二个是推出我们的书 一人两手三铁词 我在筹备这本书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马来西亚 对潮州铁词木偶这一块的记录非常少 因为你不做 后面的人更加看不到 趁我妈妈还在 趁她还记得 我们必须要把它采集下来 在2022年的时候 我就成立了铁词邦 铁词邦是一个当代铁词木偶的剧团 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传统的 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他看不懂 因为我们演的都是一些 中国的历史故事 跟我们这边的观众 他有一个距离感 所以我们一定要开发 属于我们马来西亚的故事 我们要怎样用现代的手法 去吸引现代的人 这个是我们铁词邦要去做的 当然我们也会通过 好像创新故事 把故事缩短 让它更精简 以前那个年代有这样的需求 是因为以前的娱乐没有这么多 所以观众他们可以坐在那边 听你唱五个小时 但是来到现在这个年代 如果年轻人他接受不了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顺应这个时代 我们是希望我们的改变 让你更简单的方式先认识我们 然后当然如果这个人他有心的话 他会留下来更深入的去了解 所以你可以渐渐的看到 其实以前不是没有人喜欢 只是没有一个地方让他们去接触 我觉得每一个人他的内心 一定会有一个戏曲梦 戏曲梦不代表你一定要站在舞台上去表演 你可以学会欣赏 所以我需要去做一个圆梦的人 因为我们现在的传承方式就不一样了 以前是家族传承 一代传一代 但是我觉得这个时代我们是应该是 在向外去传承 还有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 他在家就已经可以做到传承 这个字了 即使你在家你讲方言就是一种传承 你带他走路去场走路街边 好好的去新场也是一种传承 所以传承护士艺术工作者的责任 我觉得都是大家一起努力 他才可以回复到以前那个辉煌的年代 或者是他可以再一起共存下去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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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